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经过现实的洗礼 尤其是所谓的 在东北 新色五个县 安置复原军人 进行军团 把粮食掌握在军队手上 就这种信号其实用行动而不是语言 在全国范围内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五年前在网上有一篇文章 曾经流传的很广泛 是假名袁隆平院士写的关于粮食的一些警示 是不是袁隆平本人说的别人整理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他开篇就说过 中国未来极有可能会发生经济危机 金融危机 甚至战争冲突 那么所有的这一切呢 只要有军队在 老百姓有吃的 问题都能解决 一代粮食出现问题 整个国家的道德和法纪将不复存在 我们也知道 经过几年来专家的论战 一味的强调 中国的根地是十八亿亩红线 中国的粮食是安全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东西呢 通过这些专家 通过政府 各级官员 再三的灌损 其实起到了一个反的作用 现在还看不清这一点呢 那就不用跟他去讨论了 对欧洲的植物学家来说 稻米 它只是一个植物学上的分类而已 无论是仙道还是梗道 当然那个梗道好像还有个读法叫精道 老有人提醒我 我这个人 出别子读的挺多 而且又没有习胖那么大的权力 他读完了就改读他读的那个音了 咱不行 是吧 咱尽可能不读错别字 少读错别字 是吧 这个我能做到 尽可能做到 那么很多人呢 就把这个仙道 梗道 梗道 你在欧洲人眼里的他那种分类 可能把 梗道分成 鲜落或者是梗落 在他眼里 稻米只有两个品种 剩下的无非都是改良而已 那么中国呢 60%以上的人口是靠吃稻米为生的 全球90%的稻米生产的主体国家 都在亚洲 而且相对集中在东亚 南亚和这个东南亚 这三个片区 那么中国其实每年 都在从东盟进口到米 譬如越南给我们出口的叫 香米 前两年中越发生过一些争执 那么走私虽然还存在啊 但是大量的预计 出口 上中国的这个稻米 被留存下来之后 越南人手忙脚烂的 在全国范围内建了6000多个大量 那么泰国我们知道这个泰国大米 品质挺好 我们在超市经常能见到 价格也挺高 那么曾经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叫 大米换高铁的计划 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甚至当时 担任总理的英拉 事后被追究了责任 就连像老欧这样的小国家 都开始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了 其实他要向中国出口稻米的话 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知道这个 在老欧 85%到90%的稻米生产中 是以落稻为主的 就他本国公民 是不吃大米的 那么他要向中国出口大米的话 他就得调整 种植的比例 如果说有这么一天 中国政府拿不出 相应的这个东西 来跟他交换 你不管是外币也好 物资也好 那他怎么来保障 本国公民 在农业生产上的积极性呢 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企业 德国的企业 美国的企业 都在从中国撤离 别说苹果的代工厂 就连他的配套工厂 都在从中国撤离 那么紧接着就是中国 创汇能力的缺失 没有能力大量创汇了 怎么去进口粮食呢 所以粮食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 政府一贯的宣传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不用停了 四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清醒的验证 中国种植这个稻米的历史相当的久远 那么中国的农学家也一直宣称 稻米发源于中国 或者说中国周边 那么欧洲的植物学家呢 老是把稻米的起源设定为印度 那么现代考古甚至发现 一万五千年 在泰国就有稻米种植 因为在这个遗址中 发现了稻米的留存 那么我们中国人在五谷中 一直有一个 有两个说法 一个叫 麻输输卖输 一个叫 稻输输卖输 那么 有争议 这个争议呢 它只能说 中国什么时候拿稻米 作为主粮 这是有争议的 但是野生的稻种 在全国的范围内 都有所发现 那么有记载以来 中国原先的稻种 是一百五十天的这个生长周期 直到一千年前 北宋 宋真宗时期 那么福建率先从沾层 引中了沾层道 获得成功以后 便全国推广 现在我们看到的 中国的这个稻米生产 无论是仙道还是耿道 成熟的周期都在九十天到一百天之间 所以我们认为 中国这片土地上 它的这种早熟道 主要的来源 是沾层道 我小的时候呢 还吃过一种米 叫中熟米 六十年代就有了 也是杂交水道 那么一九一七年 据说有日本学者 提出了三系法 来培养杂交水道 那么一九二六年 美国的职务学家也提出过 杂交水道能够大幅度的 增加稻米的产量和品质 一九二八年 日本的农学家 加藤茂包 提出了用三系法 来杂交水道 那么中国 第一个被称为杂交水道之父的 是丁颖 他是一九二九年 提出的杂交水道 那么我们也知道 真正在中国人眼中 算得上是 尽人皆知的 是袁隆平院士 他在七十年代 培育了中国的杂交水道 并且在二零一四年的双十节 获得了母产千公斤的 就吨两天 那么大概是 每亩地 一千零二十六公斤 这个纪录呢 其实已经相当高了 我们知道 大多数这个 普通的水道 母产也就四百公斤 中国相对来说 全境都有水道的种植 无论是寒冷地区 三坡地 还是水田 旱道水道 在全国范围内 它是大面积种植的 既然百分之六十的人 拿它做主粮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在中国人的眼中 它就是一个 可以活命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 植物学上的一个分类 中国有很多人呢 已经观察到 中国的这个水资源的问题 转基因 和超级杂交水道 对农药 化肥 需要加大用量的问题 甚至还有一些 学龙的这些学者 专门给袁隆平先生 写过一封信 希望他能考虑到 中国农民 能不能留一些 自己的种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超级杂交水道 和转基因水道 都存在一个 种子退化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 他们是不能留种的 那么中国农民手上 现在已经几乎 找不到一个 可以自己留种的 两种的水道 总质安全问题 也是一个 很明确的 能够摆在农民眼前的问题 我们知道各个县 基层的农业局 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 叫种子管理站 其实中国市面上的种子 它不都是安全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 中国的问题在哪 第一 根地不够 第二 水资源有问题 第三 农药和化肥 过度释放了以后 导致的土地板结问题 最后一个也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 外汇问题 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米 是金米 相对于造米 他们已经经过了金加工 把外面的腹皮 胚胎都已经磨掉了 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对人 或者说营养善食标准 是不是更合理 这个不去谈 那么大多数人都觉得 白花花的稻米 吃起来挺香 看起来也很舒适 那么等你缺量了以后呢 可能你就不会再去做金加工了 米饭又回归到那种黄澄澄 灰蒙蒙的状态 甚至有一些人 为了填饱肚子 宁愿放弃买金米 造米的这种机会 转头去买陈米 因为陈米 它经过保存 经过干燥 它的水分更少 煮出来的饭更多 更能填饱多 我们不知道 未来中国的粮食 他们寄望于哪一个方向 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国内没有这么大的根地 完全满足 中国人吃粮的问题 外向型企业被打压以后 中国缺乏创会的手段 在国际社会上 大量的购粮 就不是很现实 与俄罗斯 与东南亚 与我们接壤的国家 可选的就是 租用土地 用于根植 或者是 以货易货 进行贸易 这个话题 很快就将变为现实 不要再去犹豫了 但是也不要 特别急躁地说 我要囤点粮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鲁树的故事 鲁树和鲁树 借粮的时候 鲁树有两群米 一群是三千弹 那么 甩手就是一群米甩出去了 多少呢 十八万斤 虽然我们知道鲁树 借此踏上了震台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 鲜明的例子 你没有支撑的情况下 不要大面积的囤量 你根本就保不住它 囤积一些饮用水 快餐面 囤积一些家用的米面 再买几箱 压缩饼干 就足够了 既不显眼 也能让你的整个家庭 轻轻松松地度过几个月 如果几个月 你还渡不过难关 你就是找个三栋 囤一栋的粮食 你能保得住它吗 可以多方去思考 多方想办法 但是不要说 我花很多的钱 去囤粮 奸商里是做不了的 道德上有约束 那么你要是做一个顺民 或者说你周边出现一个顺民 它就会检举你的囤量行为 你根本就保不住它 所以我们即便看透了这个问题 也没有现实的解决方法 好了 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大家